至於第二場給大家參考的 日本對烏拉圭 這場我無論如何都會選擇烏拉圭的平手盤 1.75 為什麼會選擇他呢? 其實說真的,上場日本對巴拿馬 整隊賽事中真的蠻好看的 尤其是前鋒、南野托實 和大碧勇也 基本上是非常勇敢的 可以說是賞心悅目 為什麼我會選擇烏拉圭呢? 其實說真的 在這幾場亞洲之旅 只有兩場 上場球 他對著南韓 輸1比2 真是叫大意識失經洲 可能剛剛來到亞洲踢 整班球員都會說 輸1比2 基本上接下來這場球 其實是最後一場賽事 之後他們每個人都回到球會 日本方面呢 其實說真的 踢完這場賽事 他 明年1月才踢亞洲盃 他的主隊 新寶一 其實這幾場球 照看都是試陣居多 來到這場 最後一場 如果是試陣的話 其實 如果大碧勇也 或者是 另外一個 南野托實 前鋒 真是會下場 踢的話 其實 如果烏拉圭 敵的話 其實都是大家 五五球 如果反過來 如果這兩個都不出 的話 烏拉圭 其實每個人都大排 兩場球 輸球都是 真的沒什麼面子 回到自己的球會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會選擇他的 平手盤 烏拉圭 1.75 再加點 10-15 10 10 20 20 20